周际弹道导弹即将跌落深潭 美国计划花费上百亿美元 为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开发下一代拦截器 一枚拦截弹可以拦截敌方N枚周际弹道导弹 价格更是离谱 接近1亿美元一枚 之前美国导弹防御局给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总额达到76亿美元的合同 用于开发下一代拦截器技术 取代现役老旧的陆基反导拦截弹GBI 问题来了 什么是下一代拦截器 与现役的陆基反导拦截弹相比 下一代拦截的优势在哪 美国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 在美国的反导体系的排行中 那就是大哥大 为了让大哥发育的更好 美国特意让导弹防御局多照顾照顾它 大boss的指示导弹防御局也不能不听 于是2020年的时候 美国导弹防御局就发布了下一代拦截器项目 并进行了公开招标 诺格公司 洛马公司和波音公司都带着自己的方案来了 具体杀方案 火力军也不清楚 但是结果就是 波音惨遭淘汰 研发下一代拦截器的任务 就落在诺格洛马的头上 然后二者做出来成果之后再battle 谁的性能更好选谁 预计在2028年左右实现全面部署 按照美国导弹局的要求 下一代拦截器的性能必须可以应对2030年代 甚至是之后的威胁 比如能清晰分辨弹道导弹投放的诱饵 以及其他国家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之类的 要求高 经费自然是少不了 2021年的时候 美国导弹防御局就给诺格公司拨了36.9亿美元 给洛马公司拨了39.3亿美元 诺格为了保险 拉了雷神一起研发 洛马一高人胆大 自己单干 只是到现在 诺格跟洛马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说自己用了什么技术 但是火力军估计是采用多目标杀伤拦截器 以及新一代的导引头技术来识别和瞄准 可以一次性的摧毁多枚来袭洲际弹道导弹 这对于美国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来讲 算是一种大升级 之后拦截中段飞行的洲际弹道导弹 那就是首到勤来 那么下一代拦截器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 与现役的GBI相比又有哪些优势 拦截器的作用简单来讲 就是拦截中段飞行的洲际弹道导弹 具体来讲就要说到美国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了 1983年的时候 美国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 打算建立太空和地面相结合的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 来应对苏联的战略和武器 不过结果各位都知道 加上技术和经费的研制 美国就以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取代了星球大战 当时的计划是研制两套导弹防御系统 一个用在海外驻军和盟友 一个保护美国本土 后来美国逐渐将这两套系统合二为一 重点就放在了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上 并且将防御系统扩展为陆基导弹防御和海基导弹防御 下一代拦截器就是属于陆基中段防御系统 拦截的目标就是那些射程8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 在反导系统中 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也是美国拦截弹道导弹的第一道防线 弹道导弹的飞行方式有三段 上升段 中段 末段 论拦截难度其实还是上升段最好拦 这个时候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慢 飞行高度低 发动机喷射出的高温燃气很容易被红外探测装置发现 而且导弹被击落之后也是落在敌方的领土 好是好 但是很难 而且还很烧钱 比如把拦截器部署到地球轨道上 使用α激光器自上而下激落起飞的导弹 只是天机激光至少需要几十台激光炮在轨道运行 在和平年代这样搞 没有一个国家能顶得住 美国一年几千亿的军费也不够 如果把激光炮装在波音747 也就是YAL-EA验证机上 又不能保证不被敌方发现 毕竟导弹发射场 一般都是在对方的境内腹地和战略纵深内 想要在上升段击落敌方导弹 就必须深入到对方的领空 这基本上就是把对方当成瞎子 所以按照现在的技术 初段拦截压根无法实现 首先选择的拦截方式自然就是中段拦截 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雷达配置之类的东西自然是全都不缺 由天机预警卫星 预警雷达 前沿部署雷达 地机拦截弹和火力控制通信网络组成 其中天机红外预警卫星对导弹进行早期预警 前置ANTPY-2雷达和宙斯顿SPY-1雷达进行助推断探测跟踪 ANFPS-132升级预警雷达和海基X波段雷达进行导弹跟踪 分辨和识别 最后再使用地机拦截弹摧毁敌人来袭导弹 而拦截弹作为反导系统中最后执行打击任务的杀手 打击能力和作战威力直接决定了反导系统的拦截效能 在交战过程中 地机拦截弹根据地面传感器数据 利用红外岛头完成目标图像的分辨和匹配 最终以动能撞击的方式在大气层外拦截目标 美国现役的地机拦截弹GBI 长16.6米 直径1.3米 重22.2吨 最大射程5000公里 射高2000公里 推进时间超过200秒 由三级助推火箭和大气层外拦截器载合构成 其中助推器由ATK轨道公司制造 主要任务就是将拦截器运送到大气层外设定的轨道上 大气层外的拦截器由美国的雷辛公司制造 用于动能拦截摧毁敌方导弹 地机拦截弹GBI在1997年进行了第一次飞行实验 主要的承包商就是波音公司 这也是波音为数不多的黑历史 当时采取的是边研制边试验边生产边部署的采办策略 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关键技术 没有经过系统的验证就部署了 作战性能自然是不可靠 之前一共进行了20次拦截飞行实验 只成功了12次 成功率只有60% 波音作为主要承包商 肯定是第一个被追责的 为了洗刷自己的黑点 波音也是一直对拦截弹进行升级改进 像什么能力增强一型的拦截弹 能力增强二型拦截弹 能力增强二Block一型拦截弹 当然了 这些改进后的拦截弹 外形尺寸和技术指标跟原版完全相同 主要的区别还是资轨控制和传感器系统 让拦截弹可以更精准的打击来袭导弹 增加可靠性 就比如能力增强二Block一 使用替代型的资轨控制系统 解决了资轨控制问题 换装新组件解决了制导故障和电源故障 改进了电气系统 改善了冠星测量系统的可靠性 解决了部件老化问题 所以性能不会有很大的提升 主要还是提高可靠性 说的有些笼统 各位朋友不要在意 毕竟这属于美国的国家机密 火力约也没有具体资料 反正最终的结果 就是波音改进之后的拦截器性能 比当初要好 2019年的时候 美国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 就进行了骑射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验 这次实验发射了两枚拦截弹 成功拦截了带有干扰措施的远程导弹 自2004年开始部署以来 美国在阿拉斯加州的格利堡基地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基地 部署了44枚地基拦截弹 按照在2023年会增加到64枚 甚至更多 这点各位不用怀疑 一直以来 美国都想扩大陆基中段拦截弹的部署版图 比如在东海岸新建第三个部署基地 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备选的地点 分别是纽约州的德拉姆堡基地 俄海俄州的加菲尔德营联合训练中心 以及米歇根州的卡斯特堡训练中心 只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种成功完成 洲际导弹拦截试验的拦截弹 GPA性能确实没话说 但同时它也存在一点问题 比如装备数量少 拦截威力不足 可靠性差 毕竟是一直在改进 哪里差了补哪里 就跟缝衣服一样 哪有窟窿补哪儿 可靠性自然是受到非议 作为美国反导武器的最高成就 拦截器的性能就代表着脸面 所以美国就计划研发能力增强三型拦截器 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研制一种可靠性更高 价钱还更便宜的拦截弹 取代陆基拦截弹中的能力增强一型和能力增强二型 这个项目也是交给了波音负责 虽然之前研制原版拦截器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但经过后续的改进也算是亡羊补牢 加上波音本来就有经验 美国导弹局也是选择相信波音 在2015年的时候 就交给了波音为期六年的开发和生产合同 想让波音在2020年之前交付四枚地基拦截弹 2022年进行首次飞行实验 2023年进行拦截实验 波音为了一血前耻 也是打算奋斗六年拼一下 结果刚拼搏三年 美国的导弹防御局认为 拦截器的某些关键部件没有达到技术指标 项目下马 波音也是三年白干 那此之后 美国导弹防御局也算是看清了 为了跳出试验失败查找原因 再试验再失败的循环 美国导弹防御总局痛改全非 不再选择缝缝补补 而是直接研制新型多目标杀伤器 以及这期视频的主角 下一代拦截器NGI 那么下一代的拦截器 与旧的GBI相比有哪些优势 四个字概括 那就是全面提升 细节点来讲 就是升级助推器 大气层外拦截器 以及导引头 首先就大气层外的动能拦截器 按照美国的想法 下一代拦截器必须具备快速拦截能力 并且可以装备多个拦截器 在必要时能同时摧毁多枚洲际弹道导弹 从这方面看 下一代拦截器项目 其实就包括了多目标杀伤器项目 该项目的宗旨就是 研制尺寸足够小 威力可以拦截多个目标的杀伤器 这种杀伤器可以以多枚拼装的方式 装载在同一枚拦截弹上 然后攻击目标区域的多个可信目标 毕竟有些弹道导弹在中段飞行时 可以释放一些诱饵弹来干扰己方的拦截弹 甚至是说发射N枚洲际弹道导弹 核武版的饱和式打击 这个时候就考验拦截弹的数量和性能了 一枚NGI摧毁敌方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 或者更多 这成本不就降下来了 而下一代拦截器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 精确的辨别能力 能否在诱饵太空碎片中分辨出真正的目标 诱饵能够通过设置将拦截器的注意力 从目标物上转移到诱饵本身 使洲际导弹成为拦截器的漏网之鱼 从而提高导弹本身的命中概率 将目标物与干扰物区分开之后 新型拦截器的另一项硬性要求就是有效拦截 难就难在拦截的是超高速空隙导弹 一般而言传统的D级拦截器不具备可机动性 因而业界多年来都在试图攻略一种存在于小说情节中的截击武器 被称为拦截型武器的导弹中级阶段 也就是具备一定机动性 再有小型杀伤性拦截武器的运载工具 进入来袭导弹路径后 能够辨别摧毁多个接近的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周围干扰诱饵 如果追求可靠性 那就一枚NGI拦截一枚洲际导弹 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右耳弹还是真弹头 反正都是一起摧毁掉 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 其次就是导引头 这其实可以算作多目标拦截器里面 首先要看到目标才能实施打击 在洲际弹道导弹的上升阶段 美国的预警卫星就可以通过星载红外探测器 探测导弹的火箭发动机尾焰并发现目标 虽然没办法直接把它打下来 但是可以一直追踪测量 随后确定弹头数目计算弹道及落点 将消息传递给陆基预警雷达 雷达再给拦截器下指令 然后起飞 预警的事交给其他人 打击的事情就要拦截弹自己来了 拦截弹需要依靠自己的红外刀引头 完成目标图像的分辨和匹配 如果判断一致那就实施拦截 下一代拦截器的杀伤器 每一个都要配有三色红外导引头 自轨控制系统和先进目标识别算法 意思就是 每一个都需要具备自主行动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说 NGI可以应对多个弹道导弹 而对敌方核武板的宝和式打击 也不用担心 美国的战略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可以在一分钟内发现导弹发射 三分钟内报告导弹的发射点和弹着点坐标 以及飞行弹道 可提供20到25分钟的预警时间 加上拦截弹的性能好 洲际弹道导弹就没办法依靠着自身的威力作威作福 除了杀伤器导引头 助推器也是美国的重点照顾对象 简单来讲 改进助推器可以增强导弹防御的灵活性 缩短发射和拦截时间 美国现役的拦截器GBI使用的是三级助推器 下一代拦截器则是使用两级三级可选助推器 如果下一代拦截器的技术 可以按照美国导弹局的想法研发成功 美国的导弹防御就可以装备有两级三级可选助推器 以及多目标杀伤器组成的下一代拦截器 火力军院称美国的反导系统为铜墙铁壁 拦截成功率百分之百 没有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可以突破美国的反导网络 唯一的问题就是研发时间了 想要便宜又要好用的拦截弹 花费的时间会更多 火力军估计五年还真不一定够用 美国导弹局想要在2028年左右 实现全面部署的目的 有80%的几率是不可能的 NGI与现役的GBI不同 并不是边试验边部署的做法 而是先试验 确定性能以及可靠性之后 再选择部署 所以很多国会议员就觉得 时间太长了 质疑下一代拦截器计划的可行性 于是在研发下一代拦截器的同时 美国导弹防御局顺势提出了 分层本土防御系统 实际上就是换个名字 毕竟美国的反导系统本来就是分层的 美国导弹防御局的意思就是 在下一代拦截器服役之前 让标准三和萨德分担一下压力 如果敌方真的发送洲际弹道导弹 打击美国本土 那么阿拉斯加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的 地基拦截弹可以拥有两次中段拦截机会 一旦拦截失败 宙斯盾反导系统就发射标准3-2A 在敌方弹头开始下降时 进行第三次拦截 萨德则是最后一次拦截机会 听完这话 霍利军感觉有点怪怪的 美国反导系统的优先级 或者说是打击顺序 本来就是这样的 导弹防御局只是拿出来重新说了一遍 为了下一代拦截弹顺利研发 美国导弹防御局 也算是把官僚化语发挥到了极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 研发下一代拦截器这个项目 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毕竟钱都已经拨了 总不能再要回来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性能是否真的向美国导弹防御局 说的那么可靠 火力军先预言一波 可以 毕竟美国是蓝星上的科技弟弟 说他没点压箱底的功夫 火力军是不相信的 各位认为 下一代拦截器NGI 什么时候能服役 性能可以达到 美国导弹防御总局的预期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